大家好 我是小五 今天呢 我们依旧来到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挑机器 关注我 所有手机的批发行情都在这里 每年的7月份到9月份呢 会有很多新机要发布 这也就导致很多老款机型要开始跌价了 今天呢 我们正好要挑一些机器 一起去市场看一下最近行情如何 手上这台呢 是一位陕西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了一台欧口饭的X2Polo 5G版本12加256g的 这台机器品质也是非常不错 外观橙色旧旧成心 目前市场行情呢 是在267左右就能入手 芯片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65的处理器 系统运行顺畅 运行高配置游戏呢 也是不会卡顿 屏幕配备的是一个6点7寸的曲面屏 支持120盒子的刷新 后置呢 采用的是4800万的像素 续航也还不错 电子容量呢 也有4200毫安 手上这台呢 是一位成都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了一台华为nova8Polo 5G版本8加128 目前市场行情呢 是在2400左右 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机器 相比全新机 这里也是有不少的差价 屏幕配备的是一个6.72寸的前面屏 支持120盒子的屏刷新 可以看到屏幕显示效果非常细腻 芯片采用的是麒麟985的处理器 系统运行也是非常顺畅的 后置采用四个像头 6400万的像素 2000多的价位 华为mate30 绝对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台机器 手上这台呢 就是一位广东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了一台华为mate30 5G版本8加128 目前市场行情呢 也是在2500左右就能入手 芯片搭载的是麒麟990的处理器 支持鸿蒙系统 屏幕方面配备的也是一个6.62寸的直面屏 不论是作为主力机 或者日常生活使用 拿来当主力机 用个两年左右这款机器 依旧是不会过时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可以考虑华为mate40polo 性价比呢 也是非常高的一台机器 首先呢 芯片它采用的是麒麟9000的处理器 屏幕配备的是一个6.76寸的双举面屏 握持手感非常不错 电池呢 也有4400毫安 目前5G版本8加256的市场行情呢 是在5600左右就能入手 只有1000多的预算 平时呢 又比较爱玩游戏 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苹果X2 手上这台是一台95成星无所128g的 目前市场行情呢 是在1800到1900左右就能入手 A12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强按 加上机身呢 是单层主板的设计 散热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6.1寸的lcd屏 配上2942毫安的电池容量 不论是日常应用以及游戏体验 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机器 手上这台呢 也是一位深圳同城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录出了一台华为p30polo8加128 目前市场行情呢 是在1900左右就能入手 机器外观品质非常不错 99成型没有任何使用痕迹 芯片搭载的是一个麒麟980的处理器 支持鸿蒙系统 屏幕配备的是6.47寸的水滴屏 加上4200毫安的电池容量 后置采用4个像头4000万的像素 拍摄呢 也是非常清晰 这台呢 是一位江苏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录首的一台龙耀魔术商5G版本8加256的 目前市场行情呢 是在2900到3000左右就能入手 芯片采用的是骁龙888的处理器 6.76寸的曲面屏 后置6400万的像素 续航也是非常给力 电池容量高达4600毫安 相比全新机 这里也是有2000多左右的一个差价 耳机的话 手上这台1562m的二代蓝牙耳机 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品质也比较稳定 续航一天可达10个小时左右 三代最好用的就是这个1562a的芯片月虎版本 降噪效果和使用体验都很棒 四代的这款目前也是市场的最顶配 若达156m的芯片 音质续航都很好 好了 那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更多华强北陶鸡视频的 我们下期再见